HELLO 大家好 我是 Levi's 大中華區的大眼人吳孫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跟 Levi's 插出來的新樣貌 我覺得 Levi's 他其實是第一條牛仔褲 然後我覺得假如你想到牛仔褲的話 可能你就會想到 Levi's 這個名字 然後呢 我還記得 之前小時候呢 跟爸爸講說 我要買 Levi's 對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是 我喜歡的一個團體 他們都穿 Levi's 對 然後 Levi's 的褲我覺得就是非常耐穿 對 然後在這些年這樣子過下來 他們真的是走的非常多款式 越來越 fashion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150年的歷史的一個牌子真的是 good 其實可以跟 Levi's 一起合作 我覺得你也非常 lucky 然後也很開心 因為之前我還記得進入這個圈集的時候 有一次跟 Levi's 有一些些小合作 對啊 那時候就覺得說 假如有一天可以就是成為他們的大師 有多好 對 那這一次呢 有這個機會 對啊 我覺得非常開心 然後也會好好的表現自己 我覺得 Levi's Go4 向前闖的這個精神呢 我覺得就代表年輕積極樂觀嘛 對啊 然後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就是 年輕人呢 就是要勇往直前 不要怕 對 我覺得什麼挑戰都要去嘗試 然後不要怕失敗 我覺得 Levi's Go4 的精神呢 我覺得是代表一種信念跟態度 對啊 我覺得每一個人呢 都應該 我覺得要有那一種 就是相信自己 然後我覺得做什麼東西你才不會後悔 然後勇敢地去往前衝這樣子 對不對 向前闖的經歷非常有 對 我覺得我之前就是從文來 然後進入演藝圈 我覺得那個 那一種突破 我覺得是非常大的 因為之前在文來呢 都沒有什麼娛樂圈啊 沒有 KTV 沒有夜店 所以我對這種唱歌 跳舞 表演 這種東西都非常陌生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就覺得說 自己想要去突破一些東西 然後我覺得就這樣子衝出來了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靠努力 然後不斷地學習 然後你慢慢地可以看到成績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呢 都一定要有那一種 向前闖的精神 就像我之前從文來來當藝人 什麼東西都不會 對啊 然後從健身 第一開始盤的健身 到現在對健身很了解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呢 都一定要有那一種就是好奇心 然後突破自己 其實今天拍Levis的廣告呢 其實今天拍Levis的廣告呢 具有那一種好像被放假的感覺 因為這些衣服都是我常常在穿的 對 那我覺得呢 要搭配這些衣服呢 像你拍的不同咖 都會有那一種他要的感覺 對 就好像在演戲這樣子 那有一些是非常時尚啊 有一些是很街頭啊 很遊戲啊 很音樂啊 然後很簡約啊 其實是蠻free的啦 就是看你在拍那種感覺 要的是什麼樣的感覺 你就很free的去散發出那一種味道 對 我覺得 呃 針織呢 棉布還有格子跟條紋 搭配都在進去 對 讓人家有那一種 硬朗感很多 對 那 而Slim Cut呢 跟T恤我覺得 那種感覺是比較 嗯 棍仔掛掛一點 對 那我覺得這種是比較啊 Fashion 一點 比較有style 一點 對 那在秋冬的時候 我覺得就會選擇比較深色的嘛 對啊 如果想表現比較經典一點 那種比較硬朗的look呢 我會搭配一些就是 啊 格紋的襯衫 對 然後還是身姿 或者啊 棉子的上衣 對 還有啊 我覺得牛仔的外套也OK 對 假如你要那一種 比較Slim Cut一點的那一種 牛仔褲呢 我覺得加上T恤啊 還是縫衣啊 我覺得那種感覺 也非常Fashion